这个季节想买点稻草都困难 因为只有找稻草 找稻草很少 像自己梳草机上瘦了一点 但是不是很好瘦 前段时间那个水太多了 这段时间又太干了 现在要等碗稻草和一季草出来才有草 前几天买的这种稻草 这是早稻草今年的 买了这么一大堆一车 这种草好还是好 就是搬运不方便 太麻烦了太重了 这个草很大 这一坨的话估计大几百斤 像以前的有四五百斤 这种差不多应该有那么多 这边是去年自己把钱里收的草 放了一年了快 快年多了 还很漂亮 这是碗稻草 这个草都是挺漂亮的 这草的质量很不错 这是割完稻谷 整根整根的草 很长 这种但是要二次加工 自己要用打扫机把它打一下 不然太长了 放到搅拌机里面不太好 这个就是前段时间买的清厨 那边是黄筑草 这个稻草就没打 这是明天早上就把这个稻草打一下 之后再和其他的两种草混合 这是豆腐渣 再加点酒招 一起到这里面搅拌 就可以喂牛了 还有自己买了一个铲车 有铲车还是方便一点 像上次拉过来的时候 这个草是到卸的公路那边 自己用铲车把它铲过来的 把它雷起来的 如果是没铲车 那没办法干 绝对也雷不上去 所以用这种草 必须得要有设备 因为设备根本是不敢用 太麻烦了 这种草比起那种打包的草 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 就是挺麻烦的 现在是没炒 如果有草也不会用这种 因为还要自己去打 二次加工 煮点火 变成小灯 你做这个草 是一个草莓的 但是是一种草莓的 它是一个草莓的 我们这种草莓的 它是一种草莓的